10月22日 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牢记历史 见网之来 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激励两岸同胞 团结一致 共担民族大义 共促祖国统一 共援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汪洋指出 75年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 彻底洗刷了中华民族百民屈辱 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永在史册的光辉篇章 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前仆后继 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 充分彰显了台湾同胞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 和真挚深沉的爱国情怀 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两岸尚未完全统一 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汪洋强调 台独分裂势力斜扬自重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致使两岸关系紧张动荡 是对为台湾光复而牺牲殷恋们的最大亵渎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 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及其分裂行径 绝不容许失而复得的神圣领土得而复失 要携手推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深化两岸人文交流 要高度警惕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图谋 大力宣传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 加强对两岸民间交往历史的研究 增进台湾同胞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 后执两岸同胞精神纽带 汪洋的讲话高屋见灵 高度肯定了台湾光复是两岸同胞共同奋战的成果 也证明了台湾与大陆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两岸与会代表围绕纪念台湾光复 推进祖国统一的主题进行研讨 相比于大陆高规格举办活动 纪念台湾光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已经没有举办大规模纪念抗战胜利 台湾光复的活动了 但是为了纪念台湾光复 向台湾民众说清楚台湾反殖民的历史 不少台湾民间的力量一直在努力 在岛内众多纪念活动中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 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影响最大 台湾知名作家兰博周先生 就是该展览的主要策展人 南博周是台湾知名报道文学作家 克佳人 1960年3月8日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 台湾辅仁大学法文系毕业 曾任台湾东华大学驻校作家 时报出版社台湾民众史丛书特约主编 夏朝联合会会长 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 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等职 南博周的成长得到台湾著名乡土人学作家 中国统一联盟创盟主席陈应珍的栽培和支持 我自己也是受陈应珍的小说影响 只是进而我也受他的评论背后的思想的影响 一直以来 南博周致力于对台湾历史 尤其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史的研究 至今出版了《黄马车之歌》 《台共党人的悲歌》 《寻找祖国三千里》等25部相关著作 在写作之余 南博周在两岸办起了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系列图文巡回展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系列图片巡回展览的每一张图片 都是南博周精心选择的真实历史图片 由《适不沉窝》《反占领之战》《武装抗日》《殖民统治与教育》《文化抗日》《参加抗战》《台湾光复》等单元组成 以丰富的照片和史料 具体呈现台湾人民在日据时期的反抗与牺牲 该展览早在2015年就在苗栗启动 至今已在全台各地展出38站 也在大陆巡回展出22站 获得热烈反响 我是认为从台湾历史了解 进而了解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然后了解中国近代史 你才会知道自己台湾的前途在里面 2020年8月15日 在南博周的努力下 台湾第一座以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历史为主题的图文馆 在台湾苗栗县开馆 作为一个稳定的据点 图文馆让更多台湾人了解 先辈抗日反殖民的历史和爱国主义传统 而这样真正呈现台湾反殖民斗争的抗日纪念馆 在台湾还是第一个 刚才的短片当中 我们认识了兰博周先生 也看到了台湾民间 缅怀抗日先辈光荣历史 纪念台湾光复的力量 蓝先生今天因为种种原因 是没能来到节目的现场 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来和他好好地聊一聊 蓝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是一直在研究 台湾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 那首先想请教您一下 您是怎么想到去办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的展览的呢 这个展有三个关键词 一个是反殖民 一个是台湾光复 一个是日记时期 那为什么是反殖民 那当然就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 台湾50年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尤其是李登辉执政以来 整个他们在建立一种 日本殖民有公论的台湾史冠 那日本殖民有公论的台湾史冠 当然是为日本殖民统治去美化 那更重要的 它是反中国去中国的一种感情的论述 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光复 台湾光复从陈水扁上台以后 就被取消了 那取消台湾光复就没有所谓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的 一部分的这个事实 就没有台湾回归中国的主权的 这个历史事实 也就是为台独建国 在做它的历史的一个铺垫 那另外一个就是日记时期 他说日治时期 美其名为学术的客观化 那也就是说台湾地位为定 那也一样的是为台独建国 在做历史的铺垫 所以当然要办这样的一个展览 要从历史史观上去给他做台独的史观 做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反对 另外要给民众 尤其给台湾青年做一个 他们在学校 在社会上看不到的 在社会主流媒体看不到的 一个真正的台湾历史的教育 今年是台湾光复75周年 您是如何来看待 大陆高规格的举办 纪念光复的活动的呢 大陆纪念高规格去纪念台湾光复 这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 1949年整个中国 是由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代表了整个中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就说 那共和国或者中国共产党 跟台湾光复难道就无关吗 事实也不是这样的 在日记时期 台湾就已经有很多 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员 那包括1937年 卢国桥事件爆发以后 也有很多的台湾人 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基地 去参加抗日战争 所以台湾的光复跟共产党 跟中国共产党 跟台湾的中国共产党都有关 而且就台湾光复以后 当时1947年以后 台湾社会的运动的主流 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一个 全中国的革命 只是这个革命在台湾没有成功 因为1950年 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 那怎么可以说是 中国共产党就跟台湾光复 是没有关系 他就不能纪念台湾光复 因为中国共产党里面也有台湾人 也有台湾 台湾的台湾人流的血 所以他纪念台湾光复 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点都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所以整个台湾光复 希望明年以后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 全世界的华人 都可以在这一天 一起来纪念 庆祝台湾光复 然后为台湾真正的 在光复做一个准备 好的 谢谢蓝先生 那同样的问题 我们还想要请教一下 今天在台北的两位嘉宾 二位是如何来看待 当下纪念台湾光复的 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呢 先谈历史的意义吧 历史意义的第一个 日本的清华战争 不管是谈八年或者十四年 那是整个中华民主 几千万的军跟民 以血泪交织所换得的成果 而就台湾来说 台湾被日本殖民了五十年 李登辉说 台湾人民没有抗日 台湾人民没有在抗日中 有所牺牲 这是大错特错 如果依照不完全的统计 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 台湾人民在抗日中 所牺牲掉的生命 超过六十万 而过去台湾先民 在抗日的过程里面 从1895年的以位抗日 到1896年到1902年的 台湾北中燃的抗日三猛 这些抗日的事件 其实都牢牢的硬刻在我们的心中 我第二要谈的是 依照日本详书 开罗宣言跟波斯坦公告 依照国际法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他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一直到现在 民进党还在扭曲历史 还在扭曲国际法的现实 当然必须在这时候 纪念台湾光复 把这一个历史上 被扭曲的历史事实 来加以矫正 我接着谈现实意义 第一个现实意义 从李登辉篡改教科书 一路下来到现在 台湾年轻人被催眠被洗脑 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 自己是个中国人 这个时候纪念台湾光复 把台湾与中国之间 牢牢的连接在一块 它不只是文化的联系 它也是一个事实的联系 第二个 现在两岸的关系 高度的紧张 而在台湾岛内 台独势力的猖獗 怎么寻求两岸统一的 一个共同的道路与方向 这是所有的两岸的中国人 要努力的目标 而纪念台湾光复 正可以找出来 两岸之间共同的纽带 所以在此时此刻 来盛大的 来纪念台湾光复 既有它的历史意义 也有它的现实意义 刚刚邱毅兄讲得非常的深刻 他特别提到了 其实台湾的光复 是全体中华民族 浴血抗战的八年 死伤了几千万的同胞 所得到的最大的成果 所以这个历史的意义 其实给我们非常深刻的 就是中国的主权 它必须是完整的 任何一个土地 它不是多余的 我记得在几年前 时候到清华大学 做一个演讲 有一个大学生就跟我讲说 在日本殖民五十年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可是日本人 包括李登辉也讲说 我们这五十年是日本人 我跟他讲你错了 你不是日本的公民 你是被日本殖民的人民 为什么谈这个东西呢 各位知道台湾光复 对于台湾老百姓 真正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民进党很习惯说 我们用中战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中战的话 台湾的老百姓 就是所谓的二十大战的 战败国的国民 但是由于台湾光复 他们一夜之间 从战败国的国民 变成了战胜国的国民 因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在这个政大的历史的意义之下 台湾战后 感觉的是一种光荣感 我们是战胜国的人 战胜国的人民 而不是战败国的国民 这对于台湾的集体的荣耀 集体的光荣感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这是补充 刚刚邱毅兄没有提到的一点 第二个很重要的 给我们现实意义在什么 其实我们放眼 除了中国人自己以外 你认为美国人 现在的所作所为 他真正愿意看到中国统一吗 所以中国的统一 其实是建立在 中华民族自己的努力 下来完成的 这个东西 必须由两岸人民 共同来努力 才有可能成功 不要寄望于任何外界的力量 外界的力量只会想办法加成两岸的一些分裂 所以这个事情给我们的更大的一个现实意义说 自己的问题还是要自己去解决 但是我们可能要比以往 更加的奉献出千百万的智慧跟力量 才可以让台湾光复 它的历史意义在今天 能够再重新实现 让两岸重新再回到一个 大家都是整个中国的一个怀抱 中国人真正的在走在一起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宣告战败投降 9月2日 盟军最高统帅迈克阿瑟将军 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指示各地日军向同盟国投降 1945年9月9日 同盟国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 此后在中国15个战区授降地 相继举行了庄严的授降典礼 其中就包括台湾 10月25日上午10点 中国战区台湾省授降典礼 在台北工会堂 也就是今天的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行 它标志着被日本殖民统治 50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及澎湖列岛 正式重回祖国版图 当等节才西洋鸟 身体各儿的交场 长遍城市和村庄 台湾光复不能忘 近代中国疲弊潺弱 饱受欺凌 台湾更成为列强 寄于争夺之地 1883的支持中国方面诉求的一致立场 台湾光复成为现实 则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 1945年10月25日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 1946年8月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命令 明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 台湾光复一词 自此就被各界大量运用 但对于台湾光复这个词 岛内所谓台独势力 一直将其视为眼中钉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 不但推行去光复节政策 取消台湾光复纪念日为法定假日 并废弃台湾光复纪念日 将其篡改为所谓中战纪念日 同时李登辉还在任内 开始对台湾的历史教育 进行所谓去中国化改造 奉行所谓同心原始观 将台湾史变成独立单元 并推出了充斥所谓台独史观 和皇民史观的认识台湾教材 妄图从意识形态上 切断台湾人民的两岸历史连结记忆 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后 历史课纲中的台湾史 开始脱离中国史而独立成策 教科书中刻意淡化中国意识 强调所谓台湾主体意识 与日本殖民统治有公论 而蔡英文当局上任以来 原本独立成策的中国史不再独立 被放进东亚史与世界史的脉络中讨论 企图把中国史推向区域史 世界史的范畴 把中国史推掉了 没有了 那你台湾人还是不是中国人 绿政权 它这一套台独教育 是一套非常有体系的战略 你要往人家的国家 你先往他的历史 强调多元 多元以后没有一体 没有中心 所以台湾人也是没有灵活 就在民进党当局这样一波波刻意扭曲 篡改历史的去中国化操作下 昔日抗战记忆在台湾社会 基本被抹杀殆尽 台湾光复节也面临被遗忘的窘境 对台湾光复节有概念吗 其实没什么概念 刚刚的那首台湾光复歌 是一度在台湾岛内广为传唱 从歌曲当中 我们很明显的能感受到 台湾民众对于光复欢欣鼓舞的心情 但是显然呢 岛内所谓台独势力 是向来不愿意面对台湾光复的 还就台湾光复仪式 炮制出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 那邱教授 这种说法的无耻和谬误在哪里呢 听到了刚才的台湾光复节奠歌 有很多的感慨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 台湾光复节奠歌呢 是每个人都耳熟人详的 可是到时至今日 台湾有多少人还听过台湾光复节奠歌 有多少人还会哼唱台湾光复节奠歌 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它是从李登辉执政的中期以后 开始刻意的去扭曲历史的事实 而台湾地位未定论 它所根据的 是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 这个说法有非常大的谬误 跟非常大的偏差 我在这里必须加以说明 在1943年 刚才提过 有开罗宣言 而紧接着 在盟军打下了德国的柏林之后 又在柏林附近的波斯坦 又有了波斯坦公告 到了1945年的8月15号 日本天皇 昭和天皇投降 所以有了日本的降书 把日本的降书 加上波斯坦公告 加上开罗宣言 三合一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明确的 国际法里面的事实 也就是日本投降 他必须要把台湾 澎湖 当然当时还有满洲 要归还给中国 这是一个国际法里面 白纸黑字 明确的交代的事情 所以台湾澎湖 在1945年的8月15号 依照国际法 台湾澎湖 已经是中国的主权了 已经是中国的领土了 可是在1951年的时候 日本跟盟国之间 有所谓的旧金山合约 旧金山合约签订的时候 中国的代表并没有参加 所以里面只交代 日本放弃了台湾澎湖 可是隔年1952年 在台北的台北宾馆 中日之间又签订了 中日合约 而且载明中日合约 是根据旧金山合约的延续 里面明白地说了 日本放弃了台湾 台湾与澎湖 但是台湾与澎湖 归还给谁呢 那归还给中国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叫 台湾地位未定论 也扭曲了 旧金山合约的真正的国际法的含义 从这里的说明就知道 民进党对于整个国际法的解释 他是刻意地把它扭曲的 他是刻意地制造了偏误 由这个刻意地扭曲跟谬误 来硕立了所谓他们台独的 国际法的理论基础 这是非常可比的 经历了长时间 所谓去中国化的教育 台湾民众 尤其是岛内的年轻人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看法 是已经开始逐渐的变化 张教授您曾经说过 这光复节要光复的 不只是政治历史 更是有文化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找回文化的认同 如何去上好一堂 两岸命运与共的历史课呢 的确你刚刚谈到 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的确两岸的确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 大家一荣俱荣 一哭俱哭 当中国衰弱的时候 台湾就割让给了日本 也唯有中国人自己站起来 台湾才会归还给中国人的怀抱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讲 两岸真正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那民进党这几年来呢 的确在政治 在历史 在文化上 在快速的去中国化 在历史上 您刚刚的简介也解释了非常清楚 其实原来呢 像我们那个时代 读的是本国史跟世界史 可是在李登辉跟陈水扁的时代 改成了中国史 台湾史跟世界史 可是到了现在为止 中国史又拿到了 变成东亚史台湾史跟世界史 而且把台湾史摆在前面去讲 从整个过程中 就是要去中国化的过程 那在文化上怎么操作呢 基本上用了一种去中心主义 像我们今天是中华民族 当然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啊 可是你要知道 对于台湾有些人在操作 他说我们不要有一个中心思想 我们基本上要强调多元 多元什么 应该包括欧洲 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 包括中国 全部都是台湾社会的一员 包括现在的小孩子 还要学越南语 还要学什么印尼语 随便去学什么东西 但是要减低所有国语教育上课的时数 所以你要知道民进党 现在才完成了 它的政治上的分离主义以后 它现在走历史的分离主义 它也快完成 它现在进行要做的是 文化上的分离主义 但是文化上的分离主义 其实我认为 是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中国几千年的中华文化 难道就可以这样子给它摧残掉吗 所以我觉得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去努力做的 第一个在台湾的内部 我们知道像台北的郊区 你随便看台湾的公庙的速度 数量几乎跟那个7-11一样多 所以台湾的公庙 这一些民间的信仰 其实保留了非常庞大的 中华文化的元素 这个方面我们要加强两岸的交流 第二个就是靠我们民间的力量 包括我自己现在在编一些 网络版的历史课本 我们透过更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自己去讲 自己台湾的历史 跟中国史的连结 让年轻人可以很快速的 去了解网络版的历史课本 让他们在阅读过程中更方便 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 两岸之间一定要加强大家的交流 无论是外在的环境多么的险恶 但是两岸的民间交流 一定要往前走 我也希望大陆的朋友 看待台湾的朋友 我们真的是雪龙雨水 也许对台湾的政治上 是非常不满意的 但是两岸的民间 绝对是我们的亲兄弟 一定要好好的交流 只有这种交流的 几代越密切 才可以让中华文化 在台湾更大的深耕 更大的茁壮 今年无论是党的经费 在怎么样的截区状况之下 我们仍旧要办理 我们今年决定扩大 来庆祝台湾光复节 你们是说还要邀请蔡英文 对不对 还有邱璀璨 愿意来我们欢迎 可是他们说他们还没收到 你们的邀请函 我们现在会正式邀请他 然后也会再扩大 在党庆的时候 我们也会找一个大的地方 来把这台湾光复的一些文史资料 来供出给社会大众 对于国民党邀请蔡英文 参加庆祝活动 蔡办发言人张敦涵 17日表示 并未收到相关活动讯息跟邀请 且蔡英文也以规划公务行程 台陆委会当天也表示 本会并没有收到任何的邀请 也没有参与相关活动 或合办的规划 热爱台湾的政党 应该要共同来庆祝台湾 结束殖民统治 能够台湾光复 而不应该把这样的任何的话语权给丢掉 所以我相信民进党政府 今天能够积极地来做 才是正道 10月22日国民党举办台湾光复75周年研讨会 邀请长期关注台湾发展的专家学者探讨台湾光复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意义 以及国民党在台湾光复前后所扮演的角色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在会中表示 台湾光复至少有四项重大意义与影响 一 台湾人在法律上不再是次等公民 二 台湾得以摆脱殖民经济格局 发展自身产业 三 台湾得以逐步走向政治民主化 四 中华文化的连结 23日国民党又以党史馆保存的台湾光复珍贵史料照片 推出台湾光复75周年在线影音纪念展 25日光复节当天 国民党则举办专场纪念音乐会 以闽南语歌曲为主 姚姿 申歌星 济路霞 刘福柱等人 传唱台湾经典歌曲 让大家回顾台湾光复时的社会民情 面对国民党举办的系列庆祝活动 民进党当局不为所动 而对于大陆纪念台湾光复 地促两岸统一 台陆委会则是大放厥词 称之为统战 更叫嚣 台湾的未来的选择权 由2300万人民来决定 面对台湾光复75周年 现在台湾岛内的现状是 民进党是一方面批评大陆纪念台湾光复 但是自己又不愿意举办纪念光复活动 而国民党在推出纪念活动的同时 又急着要和大陆切割 伸向抢夺所谓话语权的苛救 那两位觉得 台湾光复节反映出了 蓝绿两党怎样的紊乱史观与矛盾呢 我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 他们这种紊乱的史观跟矛盾 的确是非常严重的 民进党他的政治立场非常清楚 他就要走向台独 那走向台独的时候 他现在没有能力去走向 所谓的法理台独 所以他必须走向一个 历史跟文化上的台独 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 你看看刚刚江启臣主席 讲的四点里面 他从来没有讲到一点什么 他如果告诉老百姓说 台湾史就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把台湾的光复 要摆在中国这个近代史 这个脉络中来讨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可是你看看江启臣主席 他谈的四点 他谈到经济 谈到文化 但他完全忽略这个历史的脉络 那国民党现在的问题 就犯了一个东西说 就他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雄心 没有这种壮志 也缺少这种情怀 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跟中国大陆 我们是连结在一起 他其实也是在政治上 在切割两岸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国民党 现在纪念台湾光复节 有一点唯德不足的感觉 当然他愿意纪念台湾光复节 我们绝对给他拍手 给他叫好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他如果要打破 这个自己的思考一个盲点 他必须下一次 在纪念台湾光复节的时候 他应该把台湾光复节 摆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来讲 告诉台湾老百姓说 1895年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经过了台湾的有几十万人的牺牲 包括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 而中心换得了台湾的光复 这个东西如果讲清楚的话 那国民党才是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很可惜 今年没有 我期待明年的中国国民党 能不能够在这个台湾光复节的历史大脉络中 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 民进党为什么能够有秘误这么大呢 国民党至少得负一半的责任 国民党要负三个秘误的责任 第一个秘误 国民党到台湾来 应该要拨乱反正呢 可是从成疑开始 就跟那些日本殖民时期 残民疑惩的汉奸 就勾结在一块了 第二个 08年 马英九好不容易执政了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在立法院里面 国民党的立委 超过四分之三 马英九拨乱反正最好的时机 那时候马英九如果把李登辉 陈日敏时期 篡改的教育书给改过来 民进党敢反对吗 不敢反对 可是马英九不做 第三个 现在国民党没有灵魂 迷失了方向 被选战一错再错 已经输到怕了 已经输到没有是非了 拿着香跟着民进党败 所以在此时此刻 两者都发生密误 这就是目前所谈到的现实 现实之所以会走向歪路 它是一连寸的谬误 所堆积而成的 台湾内部要和解共生 我们必须认识真正的历史 把它历史是说清楚以后 我觉得台湾老百姓的认同 当然就会慢慢地改变过来 他会认为说 我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也是中国人 只有认为说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的时候 两岸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和解 这才是我们对台湾光复节纪念 应该有的历史认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